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行政院长赖清德经在行政院青年咨询委员会会议表示,为让年轻人在台湾打拼创业,拥有更友善新创环境,行政院积极推动优化新创事业投资环境行动方案,不仅针对新创的未来发展需求,修改新的法治环境,同时也提供创与资金及新创基地要来协助青年创业。 赖清德强调,该政策潮充于新创早期资金、人才发展及法规调试,政府称为新创好伙伴,提高新创多元出场管道、新创进军国际市场等五大面向落实。 新政院指出,据国发会,相关部会讨论规划,目标希望在两年内先孕育至少一家独角兽新创事业,希望在未来六年内每两年就培育出一家,一共培育三家积极协助新创的未来发展。 赖魁今日在会议也针对增进海外学者来台进行半年以上的实质研究合作讨论案,请教育部协同科技部扩大邀请海外顶尖学者来台进行半年以上的研究合作,并加强与国外顶尖学术机构连结。 赖院长进一步指出,另外因应社会期待改善青年这业及少子女化问题,新政院也将就优化新创环境,推动资安产业,最低公司法制化及交保公共化,建立友善育儿环境等提出相关对策并向社会报告。 此外,关于应应后黑客松时代,请深化公务员资料素养讨论案证。 为唐凤则表示,总统被黑客松在规划讨论时采纳许多委员的具体建议,以三个月为期,具长期合作关系。 唐凤指出,总统被黑客松共收到108个提案,其中至少20个提案将长达三个月至半年,具体融入公务机关。